春节假期才刚结束 外食足的荷包又要收水了 联锁的中式餐饮胡须章宣布 从今天开始 鸡腿跟红糟豆乳鸡腿牌 这两款便当都要涨价5块钱 新价格分别是135跟115元 胡须章表示呢 餐饮业的经营压力是越来越沉重了 而且根据中央许产会 去年底的统计资料显示 肌肉价格跟去年同期相比 涨幅来到15% 为了提供优质的服务 还有餐饮品质 以及照顾同仁 才会决定调整价格 你好 我是宋燕鸣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